大家好,我是吳白阿 釣魚一個月會花費多少錢 之前大概都有稍微去估算一下 因為我釣魚次數還蠻平凡的 所以大概就要去看一下 接下來一個月大概會有多少花費在這個 釣魚上面 所以就把它紀錄下來 每一天的狀況不一樣 有釣溪的阿,也有釣海的阿 也有釣池釣的阿 也有釣水溝的 甚至路牙都有啦 所以就非常複雜 那遠近也不一定 所以就是以這個4月份的來做一個評估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是會花費多少錢 從4月1號開始算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3月 3月底的時候拍的 但是我把它納入4月 那這一天的話呢 就是回去老家釣魚 那大概花費多少呢 這樣子算下來的話呢 總共是花費了大概是250元 就是包含油錢什麼的 好 好 那再來4月2號就是去找阿伯 去找阿伯 阿伯釣魚 那這一次的話帶個便當去嘛 便當啊就是現在便當一個是75塊啊 蠻貴的 然後再加上耳料錢 蠻便宜的啦 差不多一包耳料 然後你不可能用全部用完嘛 你可能用個三分之一嘛 20塊左右 算一算大概是花了100還有油錢 115塊 好 再來就是4月3號啦 開車到這邊 喔 今朝之爽的三秒 就是到台南去遊玩嘛 阿如果要把油錢算進去 這個有點關 因為不是刻意要去那邊 這次只是旅遊 所以咧可能就是 算什麼 開車到那個地方的車程 的油錢 那因為很近阿 所以那個油錢可能 不到50塊 大概30塊 的額料錢 總共是80塊左右 好 好 再來4月4號兒童節 這一天就沒有釣魚啦 就是陪小孩子啦 4月4號就陪小孩子去生物體驗 那就不算釣魚啦 玩皮世界有沒有 去玩皮世界玩 好 那花費更高啦 花費比電腦 玩皮世界門票一張就多少了 去算算看 超誇張的 4月4號發一部就是 短竿細線秒殺大魚 這個應該前一天拍的 也沒有多少 大概就是花費了這個油錢 大概是100塊左右 4月5號啦 牛桃灣 牛桃灣耳料錢 再加上油錢 油錢比較貴 所以總共算起來 大概是 200塊左右 好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風大隨處小調 遇見這個 調查的這個 釣點被毀 這一次 也花費非常少 大概50塊左右 好 然後再來就是 4月7號 讓人放棄的水色 好 這個 咬礦出路 這個花費也不會太多 大概85塊左右 好 因為有時候釣魚的話 就是釣個幾個小時 午飯就回家解決 好 沒有在那邊吃 好 再來是 這個 兒子玩具年圖 這一篇 4月8號 這個花費更少 接近15塊 15塊 你再用了他的四分之一罐 這樣非常少 所以這個量很少 所以大概那一天 花費大概 錢大概花費在10塊以下 那10塊再加上油錢 油錢算算40塊左右 好 再來就是 潛流的灼水蟹啊勒 你去 潛藏美利的魚 這一次的耳料也很便宜 也蠻近的 都要花費70塊 好 就是加油錢 總共花費70塊 然後再來就是 去 這個 撿到了水果 比釣魚還多 這一篇 這個是去南港溪的 那去南港溪的話 比較遠一點 開車 所以大概總共花費 大概250元 4月11號的話 就是 傳奇阿伯 告訴我 一個大賺錢的方法 這一次大概花費120元 再來4月12號 這一次去海釣 第八之半海釣 這個錢花費的比較高一點 欸欸 摸摸 來 再跟我玩 算下來大概有 我仔細算 大概385塊左右 就是這個花費 因為蚵料 鵝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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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餓 鵝餓 鵝餓的話大概是2包 2包 再加1包 所以鵝鵝就蠻貴的 還有油錢 啊 吃一點小東西 是ok 啦 14月13號 又跑去找阿伯 那一天到處亂繞,油錢花比較多 大概花,總共花了大概是100塊 因為額料錢蠻少,因為額料錢是用前一天的 4月14號,14號又跑去了這個南港溪 這個油錢再加上額料錢,大概總共250 再來4月15號 這個是在法子溪,釣魚解蹄 好,那這一次也比較便宜,大概花費大概80塊左右 再來4月16號 海釣,去吸體海釣 那這一次的花費配件比較多 所以大概花了大概400塊 因為還有買新的,魚鉤什麼的 好,4月18,水清引來拉布福頭 這個又跑去海釣 大概花費了大概是400塊左右 好,4月19號又去海釣 那這一次花費更高,這一次還有在買 所以大概花費大概是400 15塊 高一點點而已,差不多啦 三天總共花了快1000多 算OK啦,海釣來講算便宜 4月20號這時候就去回老家 回老家的小溪釣 那當然這個額料就很便宜啦 當然不能算說我刻意回去 因為我是帶小孩子回去 所以不是刻意去那邊釣魚 所以這不能算在裡面 那大概額料錢大概是花費大概是只有50塊以內 好,也很便宜 再來是躲在這個涼爽的地方 那竟然引來一群莫名其妙魚 這個也是在附近法子溪 好,大概是100塊 因為那天有吃早 早餐什麼的 好,再來是4月22號 好,去海溝這裡釣 喔,這個去海溝這裡釣的貨 油錢開,然後完工 大概這樣算下來,大概差不多350左右 好,4月23 4月23是麵包蟲的報恩這一體 這個額料幾乎沒有錢 現在有錢,有錢大概50塊 好,4月24 4月24的話大概也是差不多 很少 大概是55塊左右 4月25號的話大概是65塊 好 再來就是4月26號左右 4月26號這一天大家花費也差不多50塊 好 再來4月27回老家 好,這個釣魚大概花費50塊以內 好 再來4月28號 好,這個去法子溪 這個大概花費加油錢大概100塊左右 再來4月29號這個期比較遠 大概是花費大概是120左右 好 4月30號 這個更遠啦 這個跑到苗栗去啦 好,所以這油錢加花費大概總共 差不多是250左右 好 好 那再來統計一下 大概總共花費多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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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